意思就是说 以解放军的作战能力 就是不会造成这么多死亡 然后战争就会结束了 就是不太可能了 对 除非 除非就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就是 就是我之前提过的 就是台湾岛全岛 真的这个岛上的所有的人 就如同当年 日本人在 这个冲绳口 抵抗美军那样子 天皇喊出 日本军部喊出 一亿人总遇税 天皇在叫嚣 我不投降 一直打下去 在冲绳岛 明知道已经失败了 就是不投降 一个洞一个洞的跟你争 一个洞一个洞 就是能够杀死一个美军 他都是用十条命来换 他都愿意 除非打成那样一个状态 否则台湾岛 不会出现太大规模的那种死亡 但是就算打成那个状态 如果你举日本的那个例子 那之后日本迎接来的就是原子弹 所以 对啊 对 所以就是说对进攻方来讲 那我要结束这个战争嘛 那你就是让我用更大的代价去结束这个战争 那这个代价也是你来承受的 那除非你有本事打得赢 不然你就是承受更大的痛苦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 看吧 希望不要不要那个 那种情况不要发生了 好啦 那个非常谢谢约克跟我的联系 我们今天聊了好久 我们好好地把这个CSIS的这个兵推 从头到尾的吐槽了一番 是不是 大概就是 没有啦 有啦 这样还不好吐 挑了一些 没有挑了一些 没有从头到尾的吐啦 中间挑了一些来吐 你是这个 没有是这个 没有从头到尾 挑了一些重点来吐槽了一番 就是基本上这个CSIS 有一句话就做这个叫 先射箭再画把 是不是先把结论先想好 然后再去再去弄出了这么一个报告 就是啊 因为我要赢 所以我要怎么赢 然后就最后把弄出来 所以就是看看 当当连参考都不用了 当当笑话看一看 但是中间的这个几个环节啊 就是约克有有跟我们讲 就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啊 非常干货满满的一集 非常谢谢约克 先上鼓励啊 不客气不客气 真的 实际上这个分享 也是我想跟这个岛上的这些同胞们 这个要聊的 就是战争呢 这个东西啊 最好你越了解它 也越知道它的常用 所以说呢 我不认为那个 我始终不认为就是两岸之间一定要走到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谈的 比方说大陆这边一直在说是吧 一国两制 哪怕就是未来统一了 也仍然采用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方式 对不对 而且国台办这边也明确的表态了是吧 未来台湾岛上的这所有的这些开支 是吧 或者说是所有的这个收入吧 不是开支了 所有的收入都会用在台湾本岛上 对 而且你们还不用负责这个 掏出一大笔钱来 维护军队 是吧 更不用找美国人交保护费 买这些磨缆装备 对不对 那你省下来的钱 你在岛上搞建设不好吗 是不是 好 我觉得何必呢 是不是 这个这个 这是这是 这是一点的 另一点的 就是如果有投铁的 是吧 就是一定要抵抗的 我建议你现在就搬到澎湖去 是吧 未来那个情况有可能 你可以跟解放军再摊头决战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觉得到时候摊头会是澎湖 是不是 你觉得 那总要打个样嘛 是不是 就如同我刚才说的嘛 你要解决 你要北平方式 那你也首先要有田径方式 对对对 我再请问一下 就是解放军一定有攻台方案嘛 那就是几个剧本啊 那占领澎湖那个是狮狼当时候 就是攻台的这个方式 他先打澎湖嘛 那解放军也是会说 把先把澎湖站下来 这个只是我的 那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啦 分析都算不上 一个猜测啦 因为单纯的 如果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就是以解放军现有的装备水平和战术战力来讲的话 根本就不用打澎湖 但是从政治上来讲 我有可能通过这个步骤 来实现台湾岛的和平的解决 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澎湖可能就是天津的角色 大概就是这样 是吧 有可能就是这样 澎湖可能是天津的角色 那到时候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危险的就赶紧搬走 觉得投铁的就赶紧上头 去澎湖先来迎战一下 先试一下吧 听你这样讲是有可能的 因为澎湖他打澎湖他不只是军事上的 他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作用 就是先打给你看 然后也避免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耗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需要聊的 其实无论是这个报告 还是其他的方面都没有语言不详 但是那个岛上的这个媒体 和一些这个智库专家 他们的敏锐度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台湾问题一定会和琉球 也就是冲神岛的问题会一并解 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因为美军美国人一定会逼着日本人 冲到这个未来的武统的这个环境里面来搅局 那么由此日本人很有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琉球独立 很有可能会 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他掌控不了了 现在目前来说琉球 在琉球已经在冲神岛上面 已经爆发了很多次的这种反战的示威游行 包括要求美军搬走 这样一些事情 包括那个冲神岛的这个知识 也已经反复的出来说了 说了一些话 对不对 那他们这个反战的情绪是很强烈的 但是一旦台海这边有事了 那日军也好 美军也好 必然会把琉球当做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跳板 对不对 那么在岛上面 在琉球群岛上面 会不会爆发一些内部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是存在很大概率的 如果以中国 对 如果以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讲 应该是也乐见琉球独立 独立出来 独立出日本的这个掌控下 这样 可能拿回来不太可能了 把琉球拿回来是不太可能 但是让琉球独立 这个事情我之前就说过 这个事情我之前就说过 那你不能双标 你台湾不能独立 琉球必须独立 你不能双标 但是如果你是 你是你自己内部的自己的选择 是吧 我要求独立 而且日本政府掌控不了 对 那我再推一把 那你不能怪我 真的到那一刻 就不是标不标的问题 就是实力的问题了 就站在那里 那我要统一台湾 我就要统一台湾 我要琉球独立 琉球就独立 这已经不是双标的问题了 到时候就是实力的问题 真要是 就你刚才也说到了一句 你就目前的这个局势 你要把琉球也拿回来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不可能的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 中美之间爆发了世界大战 如果中国真的战胜了 那整个远东地区那就不可说 但是琉球可以 琉球拿回来不可能了 独立是可能的 我是这样看了 如果你设想的局面 如果是中美真的爆发大战 是吧 美军真的彻底被解放军击败了 美军不得不退出整个远东地区 那琉球拿回来 那就是完全是有很正常的事情 琉球拿回来 现在也太晚了 心缘结衣都嫁人了 现在拿回来太迟了 那还 好了好了没事 好了 好了 但是没有 你这跳的也太快了 跳的太快了 我就想 我想到琉球 我就想到心缘结衣 我就想哇 真的是 好了没事了 人家都嫁人了 现在拿回琉球有什么用 都已经没有 不是没有心缘结衣 他都已经嫁给日本人了 他自己本来也就是日本人了 好啦没关系啦 但是这个就是另外再开一个就是开一个副本了啦 就是聊可能到时候琉球的问题也也会一并解决啦 好啦那就非常谢谢约克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嗯嗯 非常谢谢 OKOK今天整整两个小时 太棒了太棒了 但这两个小时收获满满收获满满 好好好非常谢谢约克哦 谢谢以后我们就用微信连线好了 不要用discord了 你discord太烂了 好好好 我也建议大家要以后是不是有其他方能够跟上一个节目 我们能够对话一下 哦好了看看以后还是用discord啦哦 好OK谢谢约克哦 OKOK好拜拜拜拜 好拜拜 好来约克棒棒的哦 非常谢谢约克好来 拜拜 嗯 嗶ами Wallah から сос delegate fried 跟 去